這裡有了 開始了哈 哈囉 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今天要介紹的這台車 是車主剛好是經理自己的好朋友 這台車是CRV的五代 五代的話KT最近也賣得不錯 五代的話經理自己會強力推薦車友 我們這台車CRV的五代有10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來實際的試乘 在洲際棒球場旁邊的武器車 可以搜尋一下台中的武器車 那邊的話可以去那邊試乘看看 試乘之後覺得有滿意再來考慮就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下KT的避震器 那這台車之前就有安裝過其他不同的一個版本 譬如說道路版的 可是今天這台車 今天這台車呢 它要安裝的版本呢 是比較特別的設定 在阻尼的部分的話 是配置禁忌的阻尼 在彈簧的部分的話 是配置一般道路版的彈簧 所以前面跟後面的彈簧 都是一個專用的規格 前方的話是配置200廠7公斤燈籠狀的彈簧 可是阻尼有加強 後方的話是配置200廠6公斤 也是一個燈籠狀的專用的彈簧 所以它的阻尼呢都是特別有加強 那像現在這樣的搭配組合 其實國外有很多大廠的一個設定 也都是類似這樣的設定 包含All-inx也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 車友的話其實原來已經有改裝 這個是TS的短攤化 對吧TS的 有短攤化 那今天想要的車高 前面的話車友是想要大概兩尺幅 後方的話大概兩尺半左右 所以有把車高要降低 那這個後方的話 五代的話已經全部做一個引擎 還有底盤做一個大改款了嘛 後方的話已經變成是 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了 大概二代三代 甚至是最早的大K8 一代的話CRB呢 都是彈簧跟避震器做一起的 那現在的話已經做成分開 但是日系車的阻尼啊 其實還都是會做得比較舒適一點點 像這台車的阻尼 後方的話這個是多連桿 可是它的阻尼做得很像是 拖曳幣的系統 非常非常的舒適 像這樣的車款設計的話 底盤本質已經不錯 可是它的避震器的設定 還是以舒適為原則 如果車友的話 其實都沒有開快車 像這樣避震器嘛 倒是還OK 可是如果啊 駕駛習慣有比較激烈操控的話 那就會建議至少把這個阻尼筒的阻尼 把它加強一下就會比較好一些 那這一個的後面上方 橡皮的話是不需要沿用的 因為KT的話就有附一個 上橡皮跟一個Hilo Kit 調整機構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方 可是後方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藏在這個上方的話 這裡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在上座的下方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顆旋鈕就是要調整軟硬度用的 後方的軟硬度 那車友的話其實也改了琳瑯埋目不少東西 像這個算是 調整後方的Camper角度 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然後這是後面的彈簧 這是後面的阻尼筒 後方的話 兩百長是六公斤 也有改了強化的離載串 跟Harris 的防潛感 所以基本上的底盤本質 是有做了一些基礎的強化 那這一套KT的設計 因為它的避震器的上座 卡點是還滿上方的 所以我們把它的避震器的行程 做到大概快180 所以基本上乘坐起來的感覺 都是還是有辦法維持到一個 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這個是CRV的五代 那調整後方的車高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台車我們有刻意把它的調整機構 把它放長一點點 讓它的調整的範圍 能夠拉得比較高 因為有很多的車友 都是希望不降車高 那這個調整機構是夠長的 是可以做得到的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前方的話 在這個世代的前方仰角呢 就變成是跟Focus一樣 或者是跟同一個世代的R-Code R-Code前一個世代 現在R-Code已經變成是十代了 R-Code九代的話也是類似這樣設計 所以插入式的羊角 這樣的羊角 只有一個小小小小的缺點 這樣的羊角 它的前面的Camper 就沒辦法做調整 所以只能靠車高降下來之後的 微幅改變Camper而已 如果要做Camper的話 就只能改裝魚眼上座 所以這樣的設計的話 是原廠就已經改成這樣設計了 然後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或者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些都是跟原廠固定的位置是一樣的 上方的話 這一條彈簧比較值得來介紹一下 這條彈簧一般來說 這個單筒式的避震器 都會做得比較性能化 然後彈簧的話 配一個直捲式的彈簧 KT很早期的話也是配置這樣的設計 但是這台車是秀旅車 所以我們為了讓它的舒適度更好 所以配置的彈簧 是配置200長7公斤的彈簧 它的彈簧的線與線徑之間的距離 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作動的行程 彈簧它也有行程 它的行程的話 會比一般直捲式的彈簧還要來多出30% 那彈簧直捲式的彈簧 它的作動是直上直下 燈籠狀的它有百分 在壓縮回彈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力道會往兩旁來釋放 所以它的乘坐起來的感覺 就會比較順暢 比較舒適一些些 那上座的話 KT也有附一個新品 所以不需要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這是它的上座 它上座的話是三顆螺絲 這裡有一顆 待會放下來之後 師傅才會做鎖附 在上座的中間 這裡有一個橡皮 這顆旋鈕 就是在調整前面的阻尼紙 如果要硬的話 就往順時針方向旋轉 要軟就往逆時針 KT的話 一共有30段的軟硬度 可以來做調整 看KT的阻尼設計的話 有一些跟別人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們一共有30段 0到20段 它的阻尼曲線 大概呈現45度角的攀升 21段到30段 它的阻尼曲線會變得比較陡峭 會閥門再關起來的時候 會變得 變化會更明顯一些 所以它的阻尼呢 是非線性式的一個改變 那在調整的區間範圍 就會比一般還要來得寬一點點 那KT的話 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 中區的話 就有這款車 可以提供實車 來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北區的話 也有北區的經銷商 可以提供不同的車款 可以讓大家來試乘看看 那如果車友們 對這款車 或經理剛剛的介紹 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便聯絡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 謝謝大家 拜拜